我们现在经常提这样一句话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关于这句话的出处有很多版本 有人说是出自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 有人说出自于鲁迅的《且戒停杂文》 还有人说出自于CNN的纪录片《冷战风云路》 但实际上这一三部作品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 这句话能够广为流传 并不是因为它出自于哪个名人著作 而是我们把这句话变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今天来看这句话更有些特殊的含义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和平的 在我们感到安全的不远处就有暗流涌动 最近江苏岩城渔民王索在捕鱼时 唠叨了一个不明装置 黑色体积庞大 上边有太阳能板 后边有螺旋桨 两边有翅膀 这个装置叫做波浪滑翔机 它的作用是侦查和情报搜集 每年中国渔民都能捞到各式各样的装置 去年三月 连云港渔民就捞起来个航空声纳浮标 这玩意儿是用来搜索识别和跟踪潜艇的 大国博弈很多时候都是些小手段 国家安全机关今天披露的 勾结境外反华势力 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中的犯罪分子 是河北某高校新闻系的学生 1999年出生 2019年 年仅20岁的田某 受境外反华媒体人邀请 秘密赴西方某国 同境外20余个敌对组织接触 同时 田某还接受了该国十余名官员的指令 秘密搜集并提供污蔑中国的证据 有些人的20岁在保家卫国 有些人的20岁已经迫不及待地出卖国家了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有人拼尽全力挡住了黑暗 所以 在普通人的视角中 才会举目四望 皆是光明 如果说间谍 情报 这些是属于阴谋的范畴 那国家间同样存在阳谋的博弈 这些东西 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在意 但一旦会牵动 必定会是灭顶之灾 比如 粮食安全 虽然没说开头的那句话 但基辛格的另一句话 同样广为流传 谁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谁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人类 石油 铁矿石 铝矿 这些我们所谓的大宗商品 战略物资 虽然也很重要 但相对来说 它们的过剩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但粮食过剩只在少数国家出现 稍微武断地说 只在美国出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生产的50%的小麦 33%以上的大豆 25%以上的玉米 都会出口到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农业超级大国 冷战开始后 美国执行一项名为 粮食用于和平的计划 大量美国过剩的粮食被卖往别国 与此同时 收到粮食的国家 还得感谢美国的人道主义救援 在一顿顿粮食的影响下 不少国家团结在美国的旗帜之下 相比美国 苏联就产生不少 苏联三分之二的耕地 受气候问题影响较大 更为重要的是 苏联产量的效率低得可怕 苏联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从事农业生产 但仍达不到其他国家的产量水平 当时美国一个农业工人 可以供养50个人 而苏联的一个农业工人 只能供养7个人 不仅如此 苏联还要向东欧 古巴 埃及等国家提供粮食 留给苏联的路 只有一条 进口 而能为苏联提供粮食的 只有美国 关于是否将粮食卖给苏联 美国国内也争吵不断 一方认为 缺粮会让苏联内部产生分裂 甚至是内部革命 所以美国绝不能卖一颗粮食给苏联 而是应该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而另一方却认为 向苏联销售粮食 是为美国最大利益服务 在他们的设想中 这一举动是一十四鸟 美国过剩的粮食有了买家 消耗苏联有限的外汇储备 可以要求苏联用石油来换粮食 美国可以得到低价的石油 苏联以低价大量出口石油 势必会遭到产油国的抵制 增加反苏同盟的实力 经过一番谈判 美国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开始进口粮食当年 苏联就抛售了372吨黄金 换取外汇购买粮食 两年后 苏联再次抛售335吨黄金 这么卖下去不是办法 正当苏联人准备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时 美国人又来了 这一次美国人声称 只要苏联在未来三年 购买不低于7.5亿美元的粮食 那美国就为苏联提供一笔 5亿元的贷款 有钱有粮 看起来苏联占了大便宜 不愿意继续消耗黄金储备的苏联 很快就同意了这一协议 美国的粮食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而苏联的粮食体系 也开始对美国产生依赖 禁运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于美苏粮食交易过程当中 1973年基于这一协议 美国同苏联又签署了另一项农业合作协定 这条协定的第二条规定 两国保证经常互通一切 有关主要食品的生产 消费需求和贸易方面预测的情况 但从1974年开始 苏联开始频繁地拒绝美国 这些评估苏联粮食收成小组的调查请求 拒绝的次数多了 这些美国人也秀出了些不一样的意味 苏联的粮食生产出问题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结果 1975年 美国连发了两颗装有红外线探测装置的卫星 测算苏联粮食的产量 得到的数据验证了美国人的想法 苏联粮食欠收了 1975年10月 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 被派往莫斯科 他只带来了一句话 如果苏联不同意 每年以大大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 向美国提供100万吨的石油 那苏联就将面临无粮可吃的境地 这个提议是基辛格想出来的 鲁宾却每天过得很悠闲 天天穿着汉衫短裤 围着莫斯科和曼跑 而克林姆林宫早已炒翻了天 苏联领导人最终是如何决定的 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当时出现了另一件事 国际粮价开始上涨 巨额的利润 让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盟友 都愿意把粮食卖给苏联 美国的要挟无功而返 而苏联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 再一次掏出黄金储备 跑去瑞士大规模抛售黄金 元气大伤 此后的1979年 世界爆发石油危机 苏联靠卖石油获得了不少外汇 有了钱也不愁买粮食 而危机就在这样的掩盖中不断酝酿 1981年 美国历史上最为反共的总统里根上任 他想到的打垮苏联的方式仍是粮食 只不过在这之前里根先做了一件事 要求沙特将自己的石油产量提升一倍多 当时的国际油价直接从30美元一桶跌到了12美元一桶 当时油价每下跌一美元 苏联就要损失10亿美元的潜在外汇收入 损失外汇对于苏联来说 就是损失粮食 与此同时 美国减少了粮食出口 这也导致粮食价格一路飞涨 1988年 世界粮食价格同比上涨33% 1989年同比上涨56% 苏联的粮食体系直接崩塌了 民众饭都吃不上 还能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这场粮食危机也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这种用粮食要挟别国的手段 美国屡试不爽 1970年 美国停止对智利的粮食援助 同时宣布不卖粮给智利 而当民众和军事集团 推翻了当时智利政府的统治后 亲美的政府上台 粮食贸易在第一时间又恢复了 1974年 美国暂停对孟加拉国的粮食援助 而孟加拉国想要恢复援助的条件 是中断捅古巴的贸易往来 当时美国在制裁古巴 没办法 这些国家的粮食体系早已被美国破坏殆尽 要想填饱肚子就要弯下身子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美国农业冲击别国的方式 也不简单的在靠量 而是靠质 农业的现代化不只是机械化 更要看种子和农业化学品的投入与使用 如果没有它们 世界粮食的产量会大大降低 同样也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的需求 现代农业中 谁控制了种子和农化产品 谁就控制了粮食命脉 2015年前 这一市场被六大公司所瓜分 没有一家是中国的 孟山都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197位 美国公司 杜邦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320位 美国公司 拜尔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193位 德国公司 陶石化学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174位 美国公司 巴斯夫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75位 德国公司 先证达2014年市值300亿美元 瑞士公司 当这些公司开始发迹时 中国还在想着如何突破贸易禁运的封锁 对于被孤立的中国 化肥属于国家战略物资 1973年 国家正式批准四三方案 从国外进口了13套现代化的化肥生产设备 当我们开始研究化肥生产时 这几家公司已经开始进行基于生物技术的研发了 这就是西方世界的技术累积优势 和其他行业一样 中国慢慢的开始追赶 但很快中国就发现 前六在抱团 通过交叉持股和专利授权 他们已经形成了利益整体 这个行业容不下心的玩家 留给中国的位置只有第七 2011年 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世界农化行业排名第七的 以色列安道卖公司的60%的股权 胡适丹丹的中国 也给了六巨头不小的压力 2014年 全球农化产品市场进入低谷 博弈于厮杀开始了 2015年 美国孟山都宣布 出价450亿美元 收购瑞士宣政达 孟山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 而宣政达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化工企业 如果这次收购成功 那孟山都基本可以垄断世界农化市场了 第一轮 孟山都出价450亿美元 宣政达已大幅低估公司价值拒绝 孟山都的动作 引起了其他公司的注意 同月 巴斯福也宣布要收购先政达公司 六巨头中 只有先政达是单一的农业公司 他受这波行情的影响最大 但同样 他在农作物技术研发的投入也最多 先政达的技术 无论对于哪家公司 都是巨大的优势互补 三个月后 孟山都将收购价提升至470亿美元 仍遭到先政达的拒绝 当时人们以为 世界农化行业六强的局面 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一个月后一则消息直接震惊了所有人 美国唐氏化学宣布 与美国杜邦合并 这一合并 直接造就了一个市值1300亿美元 年营业额超过900亿美元的 世界第一大化工公司 第二年 德国拜尔公司宣布 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孟山都公司 就在行业发生洗牌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化工集团在和先政达接触 事实上 早在孟山都传出收购先政达的消息时 中国化工集团就已经入局 最初先政达的态度很坚决 对和中国企业做生意没兴趣 但在此后的7个多月时间内 中国化工集团仍在坚持 2016年巨头们开始合并 先政达面临的压力陡增 内外交困之下 高管的想法已开始发生转变 而此时 中国化工集团给出的报价 仍然很有诚意 430亿美元 2016年2月3日 在经过长达9个多月的谈判之后 中国化工宣布收购先政达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份 但这还没有结束 很快 欧盟和美国都以反垄断为由 进入了这场收购 在这期间 曾数次传出收购流产的消息 而这场收购 也引发了众多国人的关注 除了这是中国企业规模 最大的海外并购之外 先政达的13000件专利 107个生产供应基地 119个研发基地 同样成为关注的理由 2017年6月 在历经六次延期之后 交割终于完成 而在一年前 中国化工集团将 安道卖公司剩余40%的股权 攥在了手里 至此 短短两年时间 世界化工行业就从六巨头时代 变成了中美德三强 变强的路仍在继续 2020年 中国化工集团宣布 将安道卖公司的股份 转入到先政达公司中 成立全新的先政达公司 同月 中国中华集团宣布 将自己的农业板块 注入到新成立的先政达公司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国化工集团和中国中华集团 是两家公司 他们的业务互有侧重 但也有重合 而中国中华集团的前身 是中国进出口公司 它当年负责的 正式抢运新中国的战略物资 其中就包括化肥 今年3月31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消息表示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中华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联合重组 这次合并会产生一个 1.4万亿的巨无霸 对于这次合并的解读 有很多 但有一句话可以概括 中国人的饭碗 装中国粮 而中国粮 用中国种 吃饭 这件事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 意义太过于重大 曾经我们挨饿 现在我们刚刚吃上几口饱饭 西方世界一张嘴 就是中国人每吃一口肉 亚马逊雨林 就冒出一股烟 他们甚至连装 都不愿意装一下 如果十多亿中国人 过上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将会成为全球灾难 当西方人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时 中国人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没办法 我们有百年屈如始 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但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 富起来了 可有些人 还想让中国人饿着肚子 挨打挨骂 那中国只会端牢自己的饭碗 然后挺着腰板 用实际行动 回击他们 我们的征途是清晨大海 在这之前 我们要吃饱吃好 才能踏上征程 这两件事 哪一样 谁都不能阻挡 都不能阻挡